好啦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間 到生外日上去吃一個滷肉飯 竟然會吃到無名 台中一個小紅的男主 跟四個朋友 做回到菜市場吃滷肉飯 跟另外一店 尾頭來的十個客人 來發生到五火 最主要是這個小紅的男主 吃到一半 下電話叫其他的朋友趕緊來吃 對方釘尊說他要老人來輸贏 當時有什麼風就搶起來打起來 結果這個小紅的男主 滑滑打死 深屋兩個地方有度上 一度是到心中 一度是到喜怒 這個死者的爸爸是很艱苦 感嘆 敵安 真壞 說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吃飯 竟然就要帶道帶情 蘇後團出說 這個上手技術有榜牌的背景 也不過驚風 沒辦法來證實 市長老秀員 一早也在臉書來發問中 說家來台中 孝敗犯罪 一定要抓起來 不可以想說 警察是索家做的 吳爸爸很健康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學生 會知道出門和朋友吃飯 會叫別人家用刀子 就說 什麼插到心臟的 那裡有什麼欺負 一刀就是有心中 一刀就是肺部 他學生在那一早 會知道六點 和四個朋友去台中一間 有名單吃滑滑飯 所以另外有十個女生 人也怕未來 黃先生跟對方看一看 對方就問說 我們敢有實在 黃先生說不實在 只夠一刀 黃先生就卡電位 求別的朋友來吃飯 對方求是一直在老人 就不怕 這個五花給一個人死去 四人中心 家屬都不敢相信 市長路修院 會知道出門說 敢來台中犯案 一定都會抓起來 趕來台中 囂張犯罪 天南地北 我們一定要抓到你 不要以為 我們的警察是塑膠做的 警察到國管七 抓到五個人 也會繼續抓白鄉手 也團出他們是黑隊 警察不敢相信 敢說全案 會給我檢查看 智慧精神 請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